俄乌戰火不見盡頭開打超過兩年 過去俄羅斯為了控制輿論 拿外國記者開刀 巨發簽證 逮捕居留等手段一螺框 但沒辦法回到俄國工作 問題還算小 華爾街日報駐莫斯科特派記者 格奢科維奇 去年三月 遭俄羅斯政府以涉嫌犯下間諜罪逮捕 今年二月才被延壓 俄國當局不只指控美國記者是間諜 甚至拿他來當政治籌碼 俄國總統普丁已公開表示 不排除用格奢科維奇 來交換俄羅斯囚犯 並不批評 那你所提到的 Gershkovits 可以回到他母親 最後一天 他在俄羅斯堅持在俄羅斯检察官 十三日表示 案件已經提交法院 如果判刑定驗格奢科維奇 很可能被監禁長達二十年 消息一出 美國國務院也立刻回應 抨擊莫斯科當局 目前遭俄國拘留的 美國新聞工作者 不止格奢科維奇 還有擁有美俄雙重國籍的庫瑪謝瓦 作為自由歐洲自由電台旗下記者 庫瑪謝瓦去年十月 遭俄羅斯政府指控 是未登記的外國代理人 可能面臨五年牢獄之災 俄國嚴控媒體輿論 扼殺民眾知的權利 同時也損害了記者人權 三雄的徐旭